江湘公所垃圾轻运定点专区2.0再升级了 12月1号骑垃圾车将于全乡18个村专设专属的轻运处 定点停留20分钟让民众来丢垃圾 而原夜间轻运路线以及时间皆不变 将可提供乡亲亲到垃圾多元化的选择 以提升垃圾轻运的效能 吉安湘去年实施垃圾定点轻运 经过问卷调查民众高度希望可以延续办理 因此吉安湘公所从12月1号起 除了延续定点收运垃圾 还扩大到18个村都有定点专区 经过6个月的垃圾定点7个服务之后 我们经过了乡亲的民调 9成9的乡亲愿意再继续推广这样的友善政策以外 其中更希望我们能够扩大增额的点来设置 因此这一次我们从12月1号开始 扩大为18村18个定点的垃圾收售的定时站 来服务乡亲 让年长的老人家不用追的垃圾 可以很方便的来做好分类 来做好这些垃圾资源回收的一个丢弃以外 也让晚上要在孩子补习 夜间上班的亲朋好友跟乡亲 都能够实质的顺利的便利的倒垃圾 前乡12月1号率先花脸线做的友善服务 18村18个定点 欢迎乡亲多加利用 前乡垃圾定点定时清运2.0 在18个村的定点专区停留20分钟收运垃圾 回收车时间是比照原本排定的收运日期 而夜间收运的路线和时间都不改变 可以提供民众更方便多元的选择性 乡长游淑珍也呼吁民众 在家就先做好垃圾分类除以回收 除了减少清洁队员的工作负担 也共同来创造美好的亲近家园环境 大家一起快乐到垃圾 耶 借了一块鸡安相报道